歡迎光致詞 唉沒有配音哈哈 我昨天還說會有配音的 好那我來配吧 信我看懂的 末整找我來 這是為了幫忙修納極光之珠 那你真的沒找出地方嗎 那線上可是說機關屋在什麼 借技巧執法 引新藥之力 而成的扭曲空間中 指的 就是這破 礦道 誒 紫金乾坤 一般人可是看不出的小子 看本間開啟機關 這機關屋闖的可真隱蔽 誒 你怎麼這麼了解 木局的機關啊 誒誒誒 那個那個 人家木局找你來 不是為了幫我修那個什麼機關蜘蛛嗎 還不趕緊想想什麼呢 心理上的那個東西 可是把天都打穿了 打穿天 呃 心理上還真是這麼說的 木局礦道上 峭壁落下黃泉 開礦道的機關蜘蛛出了問題 打穿的天把 歸於新藥的執念 走還進了礦道那 礦道礦道 礦道內 誒 開門開門 修制度來囉 你們可算來了 誒 玉石良 你不記得我嗎 我可是木局的 阿秋啊 呃 我只是好奇 這牆上都是寫什麼東西 你們的機關制度怎麼了 我能幫 幫到你們什麼嗎 修機關制度的辦法 我都想好了 現在只需要特殊的部件 要你幫忙縮集 哦 就是牆上那些 對了 這有一套木門服飾 你快換上 啊 我要這衣服幹嘛 這個 這衣服能 餅屁一箱一箱空間 方便你在這走動 你快穿上吧 我怎麼覺得 你是想拿我做什麼奇怪的試驗呢 咳咳咳 才沒有 只是方便你在這空間裡走動而已 不過呢 衣服就是這一套 大老鼠可去不了 就讓他留在這陪陪我吧 放心 雖然沒有老鼠 那會給你安排兩個機關獸的 不用擔心安全問題 你儘快出發 把節制部件取回來就行啦 快去吧 哦 哦 哎好酷哦 他都跟著移動 牙 為什麼覺得好像很難 背甲 心臟 豬王 哎好多哦 反射核心 激光 蜘蛛 鍛鍊 三 獨行 太多了 明天才結束 太太多了 還有外賺 木蘭是不是好 我們先做這個 部位結局 哦 這礦道竟然連 連到雪山上來 沒想到那心理上說的 木椒礦道上 峭壁落下黃泉 居然不是吹噓的 你那個自信念俏沒錯吧 不過 這雪山這麼大 阿秋沒有講清楚東西就是爛了 這讓我上哪找去呢 哎 你們知道嗎 算了 嗯 那邊好像有個山洞 不會這麼容易就找到了吧 阿秋要走得不見 還真的在這 活人的胃 我只是來這取東西了 無意冒犯 取東西 到我們的地盤上 取東西 啊 就這樣 二話不說開打 好 先扁他 我看一下動畫好了 好 關卡不難的話 那就不用特別錄了 好 我們這邊影片都跳過 打鬥的部分都跳過 只錄劇情而已 這阿秋 可沒說來取個部件 這麼費勁 此處妖邪 妖邪之邪 淡了許多 這聲音是 指風前輩 啊我配錯 能不成他被轉進 礦道的執念 是指英靈 不行 你趕快修好蜘蛛 把他們送回去 要不以後 豈不是召喚不到 哦 這就有一位 莫蒙的小兄弟啊 呃 前 前輩 我只是 是 來幫忙的 並非莫蒙中冷 前輩你 怎麼會在這 你幻想女子指風就是 我是尋著妖邪之氣尋來的 不過現在看來 那些斬金怪之主的妖邪 已是被你面除了 斬金怪之主 我 我還真沒想到那金怪 有這種嗜好 莫蒙的機關之主壞了 他讓我來 取替換的截肢 那些妖物死活不給 所以才打了起來 哦 這就是他 讓我取的東西 這樣嗎 我看植物 會有些怪異 小兄弟要將植物送去何處 可否讓我 與你同往 呃 行吧 我帶你去莫蒟的機關屋 啊 就這樣啊 莫名其妙就加入了 好 第二關 蜘蛛 機關蜘蛛鍛鍊1 救命啊 殺人啊 完了 百萬小時 你怎麼還不回來啊 怎麼了 好過面 哼 橄欖踏入聖域 玷污此盡 我 我沒有 我沒有 玉子良 救命啊 這是 被轉入匡道的英靈 這位姑娘 且先停手 職業乃這莫舉一門的隧道 並非是你所引的聖域 哼 不過 都是些冥界的下賤 而已 本將 這就犯終神之命 諸楚 你等 別別別動手啊 那大美人 你是不是在找 星耀之力 我才有星耀之力的線索哦 所以我說到來 蜘蛛 就是那蜘蛛 以揭曉引入星耀之力 說我就是那蜘蛛 我就去把那蜘蛛修好 呃 大美人 你來 來了就明白了 ㄟ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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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就來 ㄟ 白麥小子 走啦 ㄟ 呃 只要裝上劫持 應該就可以動了吧 ㄟ 等等 ㄟ 行行行點啊 我可不是敵人啊 ㄟ 怎麼傳到機關在這邊也見了啊 我回信忘了 你們自己看著辦 ㄟ 此行關內 竟有暗含星耀之力 此物 究竟是誰所造 哼 本將 先且他試他一次 喂 你們小心點啊 別再把蜘蛛弄壞啦 寶貝蜘蛛 你沒事吧 姑娘 小心 要不是子豐 你現在就量啦 嗯 模樣裝死 速速起來 本將有話要問你 ㄟ 總之呢 這隧道主人不是跑哪里去 只留下爛攤子 至於這豬豬 既不是生理也不是技巧 言論上而言 應該是一半一半 我以前沒有見過這類的東西 我最尚同一派的 也不知道這名鬼的爛攤子 怎麼會落在我頭上來 所以 其實你也不知道怎麼修 咳咳 也不是啦 還是知道一點的 天地皆出一緣 萬物皆有其理 是萬物之相 素爭議之物 我真是依照這句話 設計那些修理方案 是萬物之相 素爭議之物 或許這機關蜘蛛之內 產匿的星耀之力 真能重塑我 天地皆出一緣 萬物皆有其理 我最算來去 卻尚不得重返天空之法 不如現在只 先在此一室吧 反正也只能生馬刀火馬魚囉 哎 你們幫幫忙啦 那沒人 你再幫我去找清清清單上面的牙啦 手放開 休想驅止 本將 本將就在這機關蜘蛛盯著你 看你搞出什麼花樣 你們 出去把他素顏之物取來 就是叫我們兩個去取 去 我大概是腦子壞了 怎麼想 想起來增加個節制 早該想到不該加 加裝能移動的部件來著 哎 小丫頭 你就隨便折騰吧 反正不管怎麼設計 最終還有一個指望 玉蛛娘那小子拿到關鍵的部件 你不知道那小子 能不能 來跟其將這些迷途之魂都送走 不然啦 莫提這地方遠處而 想完全所帶之處 這機關屋 這得先炸了 我們根本就是工具人啊 小黃飛盤 不行不行 只不過我們離開再職 就幹的都是打架結束勾擋 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啦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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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知道了知道了 主人在這呢 但小姐 你可是找做人的壽命平均短啊 總賠不了你那麼久 噢噢噢噢 噢噢 戰爭一輩子也沒幹什麼好事 守著這處的能上鉤 殺人藥或什麼的 就是遭報應也正常 是不 恩 誰 喲 剛說著就能上鉤啦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我可是羅猴 我完全都沒有說話就開打了 OK 還我主人 等一下你會講話 你會講話 我是不是不應該打他 然後勒 這是幹嘛的 喔 迅捷是不是 可是 然後勒 自有定數 唉 這是做的 使得不地道 解鎖部件 敖牙 外表古怪的部件 繼續幫助阿丘修復機關 或許能知曉用途 阿丘 敖牙給你拿回來了 唉 你在弄什麼呢 我在啟動裝置做一點小改進 給他做一個控制台 可啟動蜘蛛與千里之外 這傢伙 這傢伙 大方把設計 控制台的精力用在修機關蜘蛛上一點 沒準現在都修好了 即使如此還不立刻啟動那機關蜘蛛 想像本將在這等了多久 恩那個 你們這次就進去看看能不能 挖個洞就行了 可千萬別打他 你們放心 我怕移動魔塊 摘除 他追不了你們 喔又要再看一次 激光蜘蛛是不是 到底要看幾次 這機關蜘蛛中 確實藏著信耀之地 絕對錯不了 吹算來去 此物都適得與我從往天空的契機相關 其材質 尚有深淵龍眼的氣息 目非是 和那被封存的化荒 有關聯 各華鬼胎啊這兩位 呃 兩位前輩 我們竟然這麼久 激光蜘蛛也沒挖洞 即如此小兄弟 我們快過去看看吧 沒準確的對這蜘蛛 施法 此話有理 這兩個很積極欸 欸 你們 不會是想再拆一次這機關蜘蛛吧 阿秋要哭的啊 啊要打架是不是 啊打架 我還有不用打勒 哎多了一招是嗎 天堆前五 那是雷屬性的 那是雷屬性的 哦 火箭乃是尖的 哦哈哈 哦 熬牙熬牙撕裂 紫風 紫風攻擊還蠻美的 換位置 這樣嗎 赴湯導人 無方大能 好 先五是解CD 死不全軸 就是現在 我應該要站 站近一點打他的 赴湯導人 還沒結束 死我真理 啊 ok 因為英西 英西休息之後他應該是天賦啊可以幫旁邊的隊友增加攻擊力所以應該先動英西的 死不全軸 好解決 這機關蜘蛛當真接引了新耀之力 這感覺 是血液在身體裡湧動嗎 這胸口起伏的感覺 是傳聞中人類才有的心臟在跳動嗎 哦雖然獲得心臟了嗎 我所見這一切 好像都不是原本的樣子了 冰裡 這難道就是你所見的冥界 是你查取到了生命嗎 蛤 他 他這是消失了 據我推算 應該沒有 這團光霧 是他在此境的本體 那他的本體是這樣 那如今的我 這本體是光霧 奇怪 阿秋已經隱瞞了什麼 前輩 我有點問題想問 找阿秋問問 老你稍等 阿秋 你老實告訴我 那塊光霧 當真是英西的本體 光霧確實是那胸包包大美人變的啦 現在還沒有辦法把他送走 就調整他的人壓結構 暫時把他封存起來了 封存起來 哎呀你別管這些啦 現在最重要的是快點修好蜘蛛 只要修好蜘蛛 英靈不就可以回到信耀中去了嗎 啊對 還有千萬不要跟那個叫子風的英靈 亂說什麼信耀之類的喔 不然換取他的記憶 又會轉進奇怪的人了 這 總之快去找不見了 這次我一定要將背甲心臟 珠網反射核心 一個都不能少喔 我調整一下斷念場的 習慣 你們以後就可以自由進入這裡囉 有了不同的部件 都可以來這個試驗喔 不過現在這蜘蛛的人員核心還有點粗糙 他每次進行端倫都可以提升 激光蜘蛛的人員核心的性能 不但可以提升裝備 被 部件的上限 還能提升蜘蛛本身的機能 記得啦 每次解鎖新的試驗都能得到 強健的人員核心 我們就自己裝備 選擇挑戰的激光蜘蛛難度吧 要自己弄是不是 啊 看懂了 好增加能力用的是 那初級是幹嘛 這個是喔 是拿實裝的嗎 看一下 好增加能力用的 兄弟 你這身材就夠用了 這甲蜘蛛讓給我吧 兄弟 咱這一組身材就是利位 你拿這甲蜘蛛 可以站在我頭上 我整敢給你 魂長 要違約 來人了 不是說這有被搶嗎 我怎麼沒有看著 呃 總不能是拿這些夜痴 穿在身上的吧 可我不期待 你實在 奪北甲的 好兄弟 你總不是想當我 同時在外人面前 與我爭執吧 等上來這幾個小居的 我一定要讓你把被甲都吐出來 來吧兄弟們 讓他們瞧瞧夜痴 人我活 額 我說錯什麼嗎 怎麼都衝著我來 嘿 感情這些夜痴的肌肉都是假的 小兄弟之前找阿修姑娘問了什麼 咳咳 這個也沒什麼 就是修蜘蛛的事情來著 哦 那小兄弟可是得到一些什麼訊息 啊這個 啊對 阿修說這回多了好幾個部件 部件 他們就別閒聊了 趕緊出發吧 背甲 OK 好我們先挑戰這個背甲 這個是心臟部件 怎麼辦 到底是什麼東西 遺忘了呢 不是主人 好像是和我相關的東西 西薇薇雅是主人創造的 西薇雅的一切都是主人的 為什麼會覺得有東西是自己的呢 真奇怪 欸 西薇雅 你一個人對著水晶球在支援之於什麼呢 你的是西薇雅 太好了 水晶球告訴西薇雅 有什麼東西丟在的前面 讓那裡有可怕的怪物 西薇雅不能過去 丟了東西好像對西薇雅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你們可不可以陪西薇雅過去呢 呃反正我們要去那邊找東西 那就一起走吧 這不是明皇 拼湊吃起之處嗎 他怎麼把我們帶到這裡來了 東西就在這裡 就裡面那些可怕的怪物身上 OK 記憶的味道 有人大快多一了嗎 來 讓我看看你們的腦子裡 都藏著什麼寶貝 怎麼有那麼多可不遲物 難道 難道他們不是人 兄弟們 快跑 沈默魔火的一族中 能有多去 記憶的人 記憶的異類 居然能在這裡遇見 沈默姑娘 魔火都穿在臉上 那麼還是先擠著他們再說吧 OK 欸 這裡好像沒有阿修讓我們找的東西 水晶球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 定不辱命 不會從水晶球掉出來吧 怎麼 啊 我的胸膛裡好像是我們在跳動 這是一顆心 只能說的果然是真的 希薇雅也可以變成一個完整的人了 希薇雅 什麼姑娘 希薇雅他 他找到自己追尋的東西 所以消散了 就像之前在激光屋中 的那位姑娘一樣 那 這顆心 這就是他一直在找東西吧 只是他一直都不知道 這顆心一直在他身上 只是從未跳動過 走吧小兄弟 這顆心臟 應該是阿修姑娘讓我們找的部件吧 若果也希薇雅又找回一個部件 咱們也修好了激光屋蜘蛛 更近你一步 可前路依舊被迷雾籠罩 也不知接下來又會遇見何人何事 唉 想那麼多做什麼也沒用 還是繼續趕路吧 只要修好了蜘蛛 一切都會恢復正常的 呃 怎麼感覺 陰粥粥的 阿修要找的東西 就在這附近嗎 小兄弟 我能感受到遠處那共通內的 邪氣 埋隱 其間竟是怨恨之邪 不知暗藏何等邪物 怨恨之邪 難道是 死 咳咳 紫封姑娘 咱們去看看你說那洞穴吧 納斯 我曾經見過這樣的法陣 可依陣主信念 將血碎煉化為物 只是不知是誰放置於此 誰知道呢 反正這法陣能幫我們省些力氣 總是好事 所以是要把怪物引到那邊嗎 真的咧 咧 死怪還真被 唸成了網了呢 嗯 這是什麼 這一次四相門用一床訓的 觸法指援 出現在這裡 許部下這法陣之人 已落於此的吧 四相門的指援 這次部下法陣的不會是 封鈴聲吧 可若是哈也被 轉進了此地 那他現在又在何處 主管已經取回了 小兄弟 看看清單上 我們要取下的下個部位是什麼 呃 反射核心 這名字真奇怪 不過 看來應該是蠻重要的東西 不然哈丘 也不會在這清單上 圈了那麼多便 OK 等一下喔 還有兩個 這隧道 不會是挖到火山裡來了吧 怎麼這麼熱 欸 前面那人 子豐姑娘 最後說不定你是要和 天躍派的親衛剛搶東西了 未必 我官此能面向凶煞 然心中卻無邪念 澄清溺斃 不一定會起爭執 走 先去看看吧 前輩 你這是要去 莫擋到 你們來 此事何同謀 今天 話我就料下 我情為綱 今日取物 自在必得 奉勸你等 莫於我為頂 數數 離開 那個親前輩 哼 你們到底還是不停權 世間手上之物 乃附身師妹關鍵 無論如何都不為那女女等 我是指意而為 我情為綱 不 行 與你 等一戰 前面 我等無意與閣下衝突 此地要挾盤踞 若閣下要取之物 在此等妖物之間 自可聯手 用不著你們 還有人 還有人來搶咱們寶貝 快帶走 好 這個 我們要嘛還是先攔截 拿到東西在就地分章 不是 自在體歸屬 先找你小子說的辦 呵呵 很嗆 超嗆啊 就是此物 師妹 這次我一定能把你帶回人時 等著吧 我 這就去取那死而附身之物 遙光晴影 死而附身之物 糟了 他不會說是那激光蜘蛛吧 那東西也算稱得上死而附身 小兄弟 如影推測 我們還是快去激光屋找阿秋 阿秋姑娘吧 不好了 有個熊巴巴的大叔闖進激光屋 還搶錢裝了一個配件 你們快去看看啊 這晴雯剛跑這麼快 怎麼姑娘 這麼快進去 請請輩 又是你們 看來每次尋這附身之法的 可惜 白來一趟 這明明要有東西 附身之法 能不能與附身持有相關 或許我重返天宮的線索 就在於此 小女子方才 與這機關制度上 察覺到不同尋常的生之力 閣下不放與我聯手 拆解此機關之珠 或許能尋到什麼線索 呃 只要你這也開始打算 拆蜘蛛了 這 嗯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之前我們的同伴 現在沉睡於此 若是咱們 用不了機關之珠 用法陣 就能喚醒他了 沉睡於此 可我 怎麼覺得 果真 和那關懷 與法陣上的氣息一模一樣 沉睡 怕是被困屬於此吧 此物深之力充盈 但不過無魂之物 又堅有束縛之能 這地方不簡單 你們既要拆解就自己拆解 站下不在這機關屋中浪費時間了 告辭 不停 咦 他真的覺得是線索還是怎麼著 我們沒打算抓他 嗯 不過少個幫手也罷 我就自己動手吧 所以還是要拆 施甲庇護 看來是新增的甲殼部件 為機關之珠提供的此等能力 這倒麻煩的 這施甲庇護需要火屬 火屬之法才能破除 火屬之法嘛 啊剛好就有 有了 那是墨絕用來引動地脈之力的機關鎮 指紋姑娘 我們激活法鎮 將火 火屬地脈之力 引住到機關之珠身上 就能破除施甲庇護了 此法甚好 嗯 又是機關之珠 哼 看來還要加本將上場 這有定數 哦要那一個是他的意思哦 此物已死 卻不腐朽 這真是生之力的作用嗎 還是說 大時所見 這回我是不是能從這小放中的空間離開 上回到星亞之間呢 我還不能從歸星亞之間 看來宿命如此 我的此間 怕是還有尚未了結之事嗎 啊 那個 阿秋 激光之珠 你沒有把這都給拆了算了算 反正這次本來也是想讓我們試試 蜘蛛 勾不勾勾過來著 我又想到別的可能有用的不見了 能不能靠譜點啊 比一會兒 一個想法 啊那個 這事情 也不能怪我啊 這些想法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從南方號出來的啦 就和被 對 有個詞 叫做腦控 呃對 我這種進來之後就有這種感覺 這亂七八糟的方案 一定不是我想出來的啦 肯定在我們都看不見的地方 有奇怪的傢伙在操縱我們 呃這話我還是先不多說了 免得免得被那些偷偷 操縱我們的奇怪傢伙偷偷偷聽見 你們快去找我剩下的東西吧 OK 好剩下16號解鎖 16號解鎖幾個啊 123 4 5 5個 OK 好 然後我們這個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這個影片應該也夠長了 好第一集就先這樣子 好感謝各位的收看